謝謝 然後來特別邀請到泰泰女神 泰泰女神特別來到現場 她其實是 她在你後面 對 她在你後面 其實我們今天泰泰女神 有一個在靠中間別的 有意見 對 好 我就再進來一點 好 中間邊 再給一個眼神 好 那我們來看後面 謝謝 好 來 我們第二個動作 謝謝 來 先讓我們看前面 先看中間 好 左邊拿 先拿看那邊 先拿看那邊 好 右邊 短紅色 看短紅色這邊 好 來 左邊 我們這邊 好 這邊太穩 對 我們最後一看 等一下會看這上面 好 那我們看圓方 看圓方 謝謝 過來 非常感謝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還沒聯絡 還沒聯絡 好 大家好 我是 蜜蜜蜜 那謝謝 大家呢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倩倩老師 謝謝大家好 倩倩老師 謝謝 好 我們再來 好 大家好 我是韋帝 謝謝 好 還有我們長文 大家好 我是長文 謝謝大家 今天來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我們呢 今天特別挑要請到了 我們的貴賓 來感謝 陳鋒的在拍戲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是他學姐 他台語不太好對不對 所以 因為那個 林泰大哥 你這次教導很多 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兩個聽過感情 非常好耶 沒錯 我一直以為 陳鋒是我的王友 然後他在拍 王友 拍拍電展沒段時間 是 是 是 然後突然就給我一個任務 就說 那個陳鋒的台語 你正在學習當中 那個林三哥說我 你在演藝圈那麼久 你可以教他一下 他說 其實我台語真的也很辣 蛤 會嗎 會嗎 對 我常常把那個電線桿 說這是電線桿 電線桿 有沒有人覺得說 那個有哪裡不太對勁的 電線桿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們跟我的程度是一樣的 應該是叫做等會條啊 我講對 等會條 等會條才是對 這樣還蠻合理的 電線桿現在是合理 因為我們都不太懂他 問這些記者前輩他們已經笑翻了 真的真的 然後 那個 我想說好 那我可以 我可以怎麼樣可以 可以給成功一些我的意見 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台語都是 從來教我的 你們第一次同台嗎 今天是不是第一次首亮相 一起同台 你說這邊嗎 對 是像那個 可能不要 不是拍戲的場合 可能在其他外面 這樣的記者會的場合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我們很少會在一起 就是 好感謝 對啊 因為我們都是 對啊 因為我們都是 其實我們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我們家裡一定要有 要有一個大人陪小朋友 然後另外一個就在外面打聽 是 我很喜歡陳鋒 因為你知道他都會跟我請教 有一些拍戲的事 那我可以給他的事實上不多 所以我比較注重 因為台語我怕我叫他太爛 我就會比較注重在 有關於聲音表情的部分 對對對 比如說以前 可能經紀公司給他的 就是一段台詞 你就好好好去吃飯 吃百餐 你就好好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好好去吃飯 你就好好好 對 但是我覺得 這樣的成功他可能 沒有辦法抓到他個性的那個 那個語句的感覺 對 我演戲比較喜歡 就是從個性出發 是 所以我就會試著給他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就是說我給他 這樣 我就會給 我就會給那個陳鋒 一些有關 你就好好啊 去吃飯 吃掉以後 你就好好啊 睡 我那次會給他一個 超有感覺的啊 他自己拍戲的時候 對 就是很感謝 對 就是真的很有效 林桑剛剛有感覺到 一開始給你的台詞 我是短短的幾句幾句 後來因為林桑哥的調教 從她的調教之下 哇 我的劇情越來越多 真的喔 你越是感覺到越入越多 對啊 對啊 那個 知道那個陳鋒 他越入越多 就變成我也是在 我是幕後的女孩 你在拍他 對啊 我隨時半夜的時候 就來等那個陳鋒的劇本 一動 趕快來了 一個角色就上升了這樣子 就變成我是陳鋒的本身 很開心 這樣陪伴我一年多 一年多 好棒 對啊 那個角一圓 每一圓嘛 一年多 越來越多 對 我就感覺是我自己在拍 我沒有我 沒有發現我拍過久 因為你兩份劇本 你兩份劇本 對 他的跟你的都一樣 他很開心很棒 我們非常感謝 一致一句 而且我還會聽到 這個字怎麼唸 還會再加強自己給我聽 然後從來 這要特別謝謝從來 因為我要去唸 對 然後唸一唸不對 從來他都會知道我 然後我來 我來知道 所以我跟你說 我有兩個好詞 我是一首的 你得到的訊息是二首的 哦 主要是 如果你年紀有Double Double 就有那個能量加強 對 然後他要負責幫我們錄音 對 然後哪裡不好呢 我常常也會NG 然後NG了之後 從來就一樣 把那個詞NG要修剪掉 然後把那個完整版 再給你成功 我們又很擔心說 他現在是不是要來不及 因為他連黨都很趕 對 是不是那個時間都來不及 所以我們就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趕快把他 那個台詞這樣子 被那個看完 看完之後 趕快嚕嚕嚕嚕 他不對 然後再重來再修剪 是 一整個過程下來 趕快把他這個台詞給成功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真的是你很好的網友 師傅師傅 沒有 沒有 那林大大哥你今天來到這邊 看到我們跟小超人 覺得你有沒有覺得 你自己家人有小朋友嗎 你會想要帶小朋友來這裡玩嗎 我會想說 我現在我再來報名的話 來得起來不及 應該還有為什麼 等一下問一下 太大了齁 在公園散散步步 就是 雞雞腳踏車的那種 打電動 那再來就是 在家裡的 你有這個東西給他們的話 有很多是可以訓練到 有關於那個 就是整天去看那個遊戲以外的東西 而且真的很棒 可以親身的經營對不對 沒錯 很棒 好喜歡喔 謝謝林昌哥 就是這邊可以有系統的訓練 然後刺激小朋友的感覺統合 那尤其是0到12歲 是小朋友感覺統合發展的關鍵期 是 這時候小朋友接受到 比較多的刺激 他長大以後的專注力 協調性 都有實驗證明會好很多 會好很多 最明顯是怕小朋友長不高 那跳跳床也是醫生實驗證明 常做跳的動作是能夠長高的 就跟你一樣高 我現在看到你這樣 我很後悔我們有早一點認識 你來不及了 這個是實驗管理 可是女生這個兒子很高喔 我看你 從小都有運動就對了 這樣的 突然女神今天有帶小朋友來這邊 稍微讓我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你來聽到這樣的環境 因為像我是新手媽媽的關係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帶小朋友並不多 就是去什麼親子 餐廳 不知道不知道嗎 或者是什麼公園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還會很注重的地方 就是安不安全 對 然後我就發現說 連這種小細節啊 那種牆壁的那種縫縫 他都把它鋪得很好 這是我覺得我很放棄的地方 然後剛剛我看我的小朋友 就是想要去抓那個 因為很好奇那個 抓位 對 然後剛剛陳夢就有說 他其實是有個抓法才上得去耶 這是我覺得很特別 我們不知道 對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們覺得可以上去就好啦 對 所以剛剛 我覺得是看完以後 我覺得說 好我可以很放心 而且重點很特別的地方是 這邊會有專業的老師去教你 這也是讓我們媽媽 比較安心的地方才敢 帶小朋友過來這樣子 那今天也要講一個 就是一個時事題啊 昨天地震嘛 大家都被嚇到 我相信這個我們自己都已經夠驚嚇了 小孩子這麼小 在搖晃這麼大 你家小朋友有沒有被嚇到 昨天像 因為他第一次經歷人生這麼大 對 其實我們已經也很久 對 他整個哭翻 他大概給我哭了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對 對 我覺得你們應該都還好了 對 哭兩個小時 然後他就一直尖叫啊 然後我就覺得完蛋了 怎麼辦 然後連晚上睡覺都睡不好 畢竟會有陰影 對 對 你連我都睡不好 我都一直覺得在搖啊 我一直醒過來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很可怕 來我問一下陳芳 就專業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體能教室可以幫助小朋友 情緒穩定 因為運動本來就是會分泌腦內飛 情緒就比較穩定 然後像剛剛提到的攀岩 其實還遇到專注力 你不抓好 三點離線 然後你不抓好就掉下去了 對 小朋友一定要被迫 在無形之中就練訓練到專注力了 是 像這樣的話 這個 我們旁邊有個體操單燈 OK 我們的這個非常厲害的討論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案件 對 那其實我覺得體操對於小朋友的發展啊 學習真的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一個案例的小朋友 他是有自閉加上過動的一個症狀 那其實他剛來教室的時候 他是完全不跟其他人接觸 那也不會跟老師講話 那也不能讓老師去碰他這樣子 對 但是在上完一期的課程之後呢 其實他有非常大的進步 他就是可以不再躲在自己內心的一個小空間 跟自己對話 而是願意去跟外界去做接觸 然後而且也越來越活潑 然後那個時候媽媽有給一個反饋 就是覺得說 欸那個 他發現說 欸原來他的小朋友可以這麼的活潑 然後這麼的愛笑這樣 我覺得是滿感動的 對 真的很感動 因為媽媽真的很在乎小孩子的發展 那除了就是我們這個健康的小朋友 我們就是也可以讓自己的體能更好之外 我們這邊還有更厲害的 就是舞蹈擔當 就是我們的這個Lip 還有我們的這個 維迪老師 欸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可以 嗯 好 對 來 街舞現在也很紅 對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Nick 蠻蠻蠻 那其實街舞呢 是從 從古至今 一個不敗的一項 就是非常 一個流行 然後一個潮流的一項運動 對 或者是一個體操也非常的說 是 而且其實為什麼 我個人會當 擔任這一個舞蹈老師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故事 嗯 我是一個超級可怕的過動兒 蛤 你不出來耶 你看 是不是 所以其實啊 我小時候是那種過動到啊 人家可能午休在睡覺 然後我就是會起床 可能會 踹一下旁邊 欸 起床了 但是大家都在睡覺 然後欸 起床了這樣子 然後等人家 媽媽誰害怕 對 然後可能大家 可能已經在上課 我就睡第一名 你怎麼叫不行我 然後在公園裡面 往腿抓人 我就是很喜歡把人家 耳朵劇啊 啊 半倒人家啊 抓女生的頭髮之類的 就是很奇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不過動兒 那 那就是 媽媽就很懊惱 醫生也看了 然後也有受過一些訓練 怎麼會這樣呢 後來呢 就毅然決然的 就把我丟到一個舞蹈教室 那 剛好舞蹈老師也蠻嚴格的 就是施發打的教育 再加上愛的教育 然後呢 施發打的教育 施發打的教育 就是會請 會請媽媽先迴避一下 先去旁邊休息30分鐘 以為怎麼乖成這樣呢 那舞蹈是真的 會讓一個小孩子的定力 然後呢 跟他的肢體協調 還有他的情緒 跟他的一些 maybe 是 語言的表達能力啊 肢體上的一些 一些控制 欸 這個是真的是非常有效的 對 不管是科學的認證 還是一些臨床的一些實驗 而且舞蹈這件事情呢 是男與老少 然後這個老少接一的也相運動 沒錯沒錯 對 不管是節奏系 然後或者是說肺活量 然後或者是肌肉的發展 就是 教的都是一些非常好 而且不會到很無聊啊 乏味什麼般的 反而讓我們專注力可以 就分散 然後開始集中在某些專注力上面 那其實我跟那個陳峰 就是呢 我們在早期的時候就有聊到 是 我們的共通力很玄啊 就是男人在一起 我們就聊到一些玩樂啊什麼的 但是居然會拿到 對不對 拿到小朋友這件事情 我們就覺得說 欸 好像可以為小朋友做點什麼 真的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就是 因為我們發現教育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是 對不對 我們非常看重教育 對 那我們就希望說 欸 開了一個就是兒童體操店 沒錯 然後可以為就是孩子們 然後做出一些服務跟貢獻 那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讓孩子們的家長 安心 安心 然後我們自己也很貼心 真的 相信大家都看到這裡的環境 那 非常 就是希望說大家也喜歡這個環境 然後多多幫我們就是 欸 宣傳一下 這樣 等一下是我們請大家可能就來 學一下測班 對對對 沒有問題測班 我們有專業的 教育老師我們這裡不會摔傷的 不要太怕 對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美弟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在我的課程裡面 我教導小朋友 主要是以K-POP為集 因為我覺得 在K-POP的歌曲是 風靡全球 然後我希望把這個 趨勢交給他們 然後他們自己 會了之後呢 回家也可以自己拍影片 我覺得也很有成就感 然後我也很開心 就是假日的時候 會來教小朋友 然後 算是 每個禮拜來 療癒的 對 就是在教導小朋友 過程中也可以 去 療癒一下疲憊的心靈 對 我就看到他們很開心 對啊 因為我也很喜歡小朋友 對 你看他們現在 非常的直接現場 對 所以我覺得跟他們 我覺得其實小朋友 都可以來這邊 上課 我覺得對身心 都非常的有幫助 對 尤其台灣 這樣申請人壓力很大 那大家知道 像兒童底 從歐美 日本 流行到台灣 那大家知道在日本 國小 不管是小一到小六 對 半天就放學了 最多就兩點半 是 他們鼓勵小朋友 可以多去運動 因為運動其實會幫助到大腦的發展 對 然後如果像日本人的小孩 如果有上導療 不管是 語言遲緩 或者是有點過動 他們政府是可以補助的 對 所以就想把這樣的精神 拿到台灣 發揚光大 讓在升學壓力的過程中 其實 慢慢來 反而比較快 好 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環境裡面 告訴大家 謝謝請大哥們多多宣傳 更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是兒童節 也要給兒童一些福利 聽說 就是我們即將在我們的暑假的時候 要開設這個暑期的夏令營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會在我們的Vina134 有一個享受美食的拍攝 也是讓大家一起來參加 那我們的小超人呢 這個MV會在那裡拍對不對 對 所以歡迎大家幫我們宣傳一下 讓更多的小朋友來這邊 可以吃美食啦 然後運動啊 有機會可以成為我們MV的主角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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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今天來看一下 這個都不用拍了 是水滑漆 好 好 我們等一下泡完到去 這還有我們的可以吃 我們等一下泡完상을放到去 可以吃嗎 天文融蟹的力量 不可以吃吧 不可以吃的 好 tutajer的融蟹 來下面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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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那個雷盆 在這邊 來盔快 好 右邊 對 這裡 來 這邊 右边再来 好 右边再来 好 右边 开始 好 右边 dallaコademia 三沙 四平方走 三 四平方онд 四平方 五平方 正常 六平方 五平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